你覺得我需要更多的幽默感 有時候太嚴肅了 自憑外交工作需要有更多幽默感 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蕭美琴 接受聯電創辦人曹新成專訪 提到美中臺關係 他幽默自筆推銷員 我作為一個臺灣的推銷員 也是要有好的產品 包含臺灣的民主自由 包含我們在經濟上 這幾年來尤其是在這個 COVID-19期間 我們供應鏈的重要性 也被大家感受到 那也包含臺灣人民 作為世界良善的力量 台能駐美工作 蕭美琴笑說就像在推銷產品 對於日前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拜習會上否認 二零二七或二零三五年 有攻臺計畫 蕭美琴持保留態度 我也當然希望他是真心誠意的 因為任何的衝突 其實對大家都不好 那也也並不符合 對中國的社會安定 他們自身經濟發展的需求 但是臺灣該怎麼在可能發生的衝突之間 明哲保身 蕭美琴說中國的意圖跟能力 都是觀察重點 我們在守護臺灣的民主跟自由的同時 跟國際接軌 就是希望能夠降低他的意圖 他的軍備不斷的在提升 他不斷的在投資 但是我們要用smart不對稱的方式 來強化自身的實力 讓所謂能力的這件事情 讓他永遠沒有辦法把握 深度分析美中台關係 小美琴要用戰貓般的靈活手腕 為臺灣爭取更大的外交空間 三立新聞 往前一段不決定中好不好